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有几个多功能大厅的旅馆 厚尔河静静地从庄园和护城河旁边流过 周围的景色让人浮想联翩 属于自然保护区的秋陵风光 美丽动人 穿过被菩提树遮盖的入口大道 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堡 少龙城堡约建于公元1200年 当时建造的是一座防御城堡 一个带有脚塔的方形建筑 它的城墙有些地方厚达220公分 用橡木做成的城门也有12公分厚 士兵们可以在脚塔之间来回走动 加上它厚厚的城墙和众多的射击孔 使它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攻克的城堡 尽管如此 这座城堡还是在1575年的战争中 几乎被全部烧毁 重建是在1656年完成的 墙壁毛形铁钉上标出年份字样 至今清晰可见 跨过护城河桥走过刚刚翻修的城堡外墙 我们来到了城门楼 护城河里修有水闸 以防高水位时污水进入护城河 城门张开友好的双臂 站在这里整个庄园尽收眼底 设有咖啡厅的参观者中心 公寓楼 城堡和旅馆 旅馆的房间设置的独具风格 保持了很多传统的细节 有了足够的隐私 庄园的周围环境非常美丽 随处可见带有历史或故事的小地方 这三个小雕像是城堡主人在这里立下的 他曾下令在护城河上修建一座桥 可是桥修好后 他的马却拒绝从桥上走过 传说因为有鬼 于是他便在这里立下了三座雕像 走上维修过的十台阶 我们来到城堡的中央大厅 穿过两扇很重的双层橡木门 我们来到装饰华丽的高顶客厅 客厅的墙壁是由特殊材料装饰成的 客厅外面是一个用天然石砌成的阳台 从阳台的栏杆上可以看出铁匠高超的记忆 白色的大理石壁炉得到了完美的修复 穿过客厅右边的走廊 我们来到原来的礼拜堂 这里现在是卧室 只有那八百多年老的通向祭台彩绘门 告诉人们这里原来的宗教用途 门上彩绘描述的是基督教的传说 玛利亚得到哈波利奥带来的 耶稣即将诞生的消息 传说在城堡旁边的山丘上 有位隐士 他每天通过密道进入城堡 在这个礼拜堂做弥散 以前的小礼拜堂现被改为浴室 如果我们在返回客厅时 走另一个门 将经过一个老书房 这里现在是厨房 用现代修复方法改变这个房间的用途 也不成问题 室内天花板的绘画让人一目了然 穿过双层门 我们来到下一个大厅 骑士厅 这里现在是骑居室 有漂亮的橡木地板 高大的壁炉 壁炉上挂着贴金的家徽 家徽上标注着修复年份 骑士厅大厅顶部 主横梁上刻有修复者 威勒斯特·马斯伯克公爵的名字 城堡高大的窗户 使室内光线充足 房间里的散热器 被巧妙地装设了起来 窗户和门的把守 都是当初的原物 城堡有自己的水源 在塔楼房间的最下层 有一口井 现在这口井 已经被一块玻璃板封住了 在城堡的地下接待中心 有许多独特的细节 那儿有一个带酒吧的休闲室 市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壁炉 精美的壁画吸引了众多客人的注意 这儿能够清楚地看到 城堡厚厚的墙壁 及昔日的射击口 城堡下面的拱顶地下室 是宾客中心 这里的壁画是重新绘制的 在原来仆人用的厨房 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石头水池 和老式的水泵 过了老的拱顶地下室 我们来到了餐厅 餐厅里挂着一个漂亮的铜盘 上面标有家徽和城堡修复年份 1575年的字样 这里壁画与老式的燃蜡壁灯相陪 使这个空间拥有一种和谐的气氛 城堡的中央大厅里的壁画 是一幅几百年前的 被命名为丝路的地图 丝路也是城堡当时的名字 为了能做出高水平的佳肴 餐厅备有全新的现代化厨房 走上高大的中央木制楼梯 我们来到第二层 边走边看图中的细节 被重修过的卧室都很大 甚至连老式的马桶也被保存着 只是现在全部使用下水道系统了 不像以前那样 把所有的废物都倾泻到运河里 一个意想不到的房间 洞房 再上一层是佣人们住的地方 这里还没有完全修复好 所有的电器 下水道 取暖的设施 准备工作已就绪 房间高达五米 面积从六十五到八十五平方米不等 城堡另外还设有一个额外的封闭楼梯 这个楼梯穿过整个城堡 是佣人们专用的 当时人们不希望在城堡里遇见佣人 最上面两层有很大的空间 适合于多种不同用途 这两层中的塔楼房间 有意识地保留了原有的风格 楼下几层的房间 是完全按照现代的使用规定和标准装修的 我们现在再从中央木质楼梯下来 然后去外面 在过去五百年中 庄园经历了多次扩建、返修 这项工作现已总算彻底告一段落了 现在的主人为此感到骄傲 庄园海拔七十五米 占地面积两万平方米 设有接待室和餐厅的城堡面积 一千二百二十平方米 设有住房、参观者中心、咖啡厅的城门楼面积 五百二十五平方米 设有十六个公寓的公寓楼总面积 一千五百八十四平方米 设有多功能大厅的旅馆面积 八百二十五平方米 绍龙城堡这个稀有的建筑物现在出售 如果您感兴趣想了解详细情况 可随时与房地产商取得联系 房地产商名 A1 Executive Esta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